晚辈谢过前辈救命之恩 笨真迈使着好天真的闹走 你可愿意白遇到笨真的好天真 成为笨真的门下敌子 晚辈圣天蕾愿意加入好天宗 去吧 笨真见你绝身到房间内 你先休息一番 还好这孝子机心差 要不然这个欺人之子 还真不好手遇到门下了 是他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说老祖 昨天已经将他收入到门下了 坏了 这家伙不会记我的仇吧 那半颗门牙可是我 师兄你好 我叫圣天蕾 是咱们浩天宗老祖 刚收入到门下的弟子 你应该还不认识我吧 原来是师弟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居然都不知道 我叫朴不成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 叫我升朝师兄就行了 好的 朴师兄 不过我至今未曾尝试过修炼 如果以后在修炼上遇到难处 还请师兄你多多照顾啊 师弟你放心 如果有师兄 我能帮得到的地方 师弟你尽管提别试 不成 那么早就起来修炼了嘛 这小子真的被前辈收入门下了 那本长老一巴掌 把他抽晕的是 还有三天的时间 就要奔赴生仙之地 跟加入浩天宗的那个臭小子 进行一阅之约的比试了 你可有信心 师尊 您说这话倒有些看不起弟子了 对付那个朴不成 弟子当然有信心将其击败 哼 这次一阅之约的比试 本罪要求你最好一击 将对方击败 唯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白宇宗赢回颜面 每当真能装回想起自己的最强一击 被那号天宗的老祖 一巴掌打飞时的场景 就气得牙根直扬 为了以防万一 这是催动我们宗门秘书 月华妖言所用的丹药 你先收好吧 师尊 对付那个废物 应该用不到我们宗门的秘书吧 那号天宗的老祖 实力深不可测 或许为了让那臭小子击败你 也会给那小子类似的丹药 总之 你留着他是没坏处的 是 师尊 朴胡成 当初那个前辈没有选择我 反倒是选择了你这个废物 你居然还敢跟我说什么 默契少年穷 三天之后 我定要让你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公长老 这个善天雷 好像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了 还有这种事 公长老 要是咱们什么都不提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觉得 是我们打了他 所以 您看 什么打的 谁打了的 是谁敢欺负我们宗门的弟子 果然 将还是老的辣 这么有睡不得了 也不知道 沈天雷这孝子这么严调 稀疼 咋看 沈天雷的发明 这家伙这么整房间 一抛出来 为什么 表不整 胡跟问天一仔 王丹了 王丹了 昨天好不容易 把这个时间浮游过去 一表不整 那更值得心格 他肯定诽谤 昨天的时间 更根据来吧 沈天雷 你加入宗门后 有修炼的目标吗 目标 啊 我误了 如果说现在的目标的话 弟子倒是想打败 一个较下次一定的家伙 只是弟子现在并不知道 那家伙如今究竟是死是活 听到沈天雷的这句话 都觉得心几乎瞬间 就提到了嗓子言 坏了 公问天和浦布城 都是认识下次一定的 沈天雷的话 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昨天的事 指定是瞒不住了 不错 虽然不知道 那个下次一定是谁 但这也算是 你的修炼目标 你无需在意 那个叫下次一定的人的死活 等你的境界 在他之上的时候 那种事 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什么情况 昨天你们一起去 加密把天真 那个下次一定了 你真得不认识了 是啊 师弟 以你现在尚未 踏足练习七的实力 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的 这的确能作为 你现在修炼的目标 虽然不知道 那个下次一定 究竟是谁 没先当你们均匀糊糊糊 去拼沈庭位 但是 郭西红 原本窦缺 还在担心 朴布城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会直接说漏了嘴呢 可如今看来 却是他多虑了 可是正当他以为这件事就要永远血藏下去的时候 庭院之中却忽然多出了个人影 你 你不是昨天那个 看到苏晴儿快要将昨天的事说出来了 朴布城河宫问天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言 拜见老祖 朴布城河宫问天心中顿时一袭 他们急忙下跪拜见道 这是第一次自家老祖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的心中没有丝毫的害怕 苏晴儿见自家老祖过来了 也赶忙收起了刚刚要说出的话跪拜在了地上 拜见老祖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 宗门心灵救世者 任务奖励 宗门建筑 试炼宫殿 不早 不干啥人